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如许一位有故事且生不逢时的人 倪敏然1946年出生在战乱的时期 父亲是武士 倪敏然的人生路原来可能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位武士 但在空军右校念书的她 毕业考时作弊被抓到 未能毕业 加上生活很费力 家里贫苦 因此她就有了挣钱养家的想法 倪敏然在20岁以前 已灌录过48张相声及综艺类唱片 1968年 倪敏然成为台湾电视公司基本演员 进入台湾演艺圈 她在台式连续剧《新兵日记》中 扮演福州理发师而小有名气 又与张小燕主持台式儿童节目《儿童世界》 两人分别在节目中自称 倪大哥、小燕姐姐 1970年 倪敏然与方正、张魁一起在台北市西门厅 七重天歌厅登台演出 三人约定要同时进退 三人向七重天歌厅经理要求 三人要一起作秀 每日每人主持费新台币1000元 七重天歌厅老板将主持费 将为新台币700元 三人只作秀一天 就收到七重天歌厅老板开的潜赞费 新台币2000元支票 同年在台式连续剧《青宫残梦》中 饰演小德张而走红 后来倪敏然曾在燃肖林主持的 台式综艺节目《燃肖林时间》的一出短剧中 与同级来宾邓丽君和演一对夫妻 为了剧情需要 躺在床上的邓丽君 用暧昧的语气叫站在床外的倪敏然 睡呀 在当时民风保守的台湾 引起讨论 然而就在倪敏然一帆风顺的时候 1973年 她瞥见台式导播尤国谦 从日本带领一罐UCC咖啡返来 于是决定投资卖咖啡 出品一种名叫嗨的罐装咖啡 但是买卖不好三年内赔了1400万元 在那时这是个天价了 也由此开始了她长达八年的还债路 她接下巡回周里的演出 远征东南亚 为了挣到钱到即将陷落的地方演出 随时可能上不了飞机 就得留在那边 而这八年也为她揭聚了阅历 打捞了底子 在1980年代的台湾秀场界 张飞 诸葛亮 行风 高凌峰 与倪敏然 有南朱北张 中行风 高凌峰 草上飞 倪敏然总管 之和称 宏极一时 然而一次 倪敏然作秀表演结束后 遭三名歹徒砍伤 之后的四年里 倪敏然与张飞 前厂 徐峰 罗江 共同主持 中式综艺节目 黄金拍档 五人合称 黄金无宝 在该节目播出期间 宏极一时 是当时台湾家喻户晓的 艺人团体 1985年 因出演黄金拍档小短剧 七老师一角 再次达到演艺事业的一个层领 之后 倪敏然再次寂静一段时间 一直到千禧年到来时 才再度回到观众视野 2001年 赖声川导演的千禧夜 我们说相声 让他红遍两岸 在剧中扮演贝勒爷 曾立伟 在台湾及要地当地演出 近50场 而2002年 他受邀上春晚 与金世杰 赵自强 李长健 出演相声 谁怕贝勒爷 让他彻底被内地观众记住 由于人气高 在2004年 倪敏然在《斗鱼衣》中扮演灰叔 使得倪敏然也被许多观众关注 而当全部人都认为 倪敏然会再次走向人生另一个台阶时 却传出倪敏然陷入感情的纠葛和患上抑郁症 一次在凤飞飞主持的节目上 倪敏然透露当年自己追求凤飞飞失败的往事 当年倪屡次送花给凤飞飞 虽然她在卡片上都有署名 但凤飞飞视而不见 倪敏然表示 有一次我约她出来 她都答应了 结果我等了三小时 没等到人 后来才知道是凤妈妈的原因 从此她就知难而退 不久后 凤飞飞就与商人赵红奇结婚了 倪敏然坦言 以前她觉得没追到很丢脸 所以不敢说这件事 如今她觉得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 说出来也无妨 而且自己现在也有很美满的婚姻 凤飞飞听了 很不好意思地说 哪有 你讲得好像在主持节目一样 倪敏然是一个风骚才子 一生结过两次婚 第一任老婆是歌星凌飞 1975年 29岁的倪敏然与歌星凌飞结婚 婚后两人育有一子 三年后第一段婚姻告终 1987年 与小自己19岁的歌星李丽华结婚 婚后与李丽华感情一直很好 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直到2004年 倪敏然因演出舞台剧 《大宅门都没有》 传出与团圆下衣的绯闻 那时远在美国陪两儿女念书的李丽华提出离婚 不过倪敏然一直没同意 让人没想到的是 倪敏然最后还是没闯过情关 2005年5月 倪敏然上吊自尽身亡 年仅59岁 被发现的时候 遗体高度腐败 已经去世十多天了 直到倪敏然59岁生日第二天 有路人报案在一棵物联树上发现 疑似失踪逾越的倪敏然 最后经过确认 正是倪敏然 现场并未留下遗书 倪敏然死讯传开之后 好友于天 韩磊表示 这已不是倪敏然头次寻短 一个多月之前 倪敏然就曾吞服了安眠药后 开车企图撞进山沟李清生 被救下之后 倪敏然和心理医生沟通的时候透露 上一次撞车没成功 她还想跳楼或者上吊 没想到时隔余月 就传来了她的死讯 妻子李丽华带着一对儿女 忍痛返台办后事 陪倪敏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倪敏然的死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圈内外各大媒体都在猜测 压死倪敏然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谁 对孝心倪敏然的去世 外界一度议论纷纷 有说她可能由于抑郁症 也由于工作家庭的压力大 也有说夏依曾逼迫倪敏然离婚 否则就让她身败名裂 此中另有传夏依为她打胎 正是因为如此 原本演艺事业蒸蒸日上的夏依 随着倪敏然的离世 也跌入谷底 夏依出生在上海的黎原世家 外婆是四大昆旦之一 结婚后随夫到台湾生活 因经常在综艺节目中 教台湾人说上海话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但事业如日中天的夏依 却遭遇了滑铁炉 对于尼米然的离世 夏依本人对该问题向来回避 不管是记者招待会上 拒绝道歉 拒绝退出演艺圈 还是后来在新加坡演出的时候 围绕两人关系的采访 夏依的态度都十分强硬 并且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还曾因记者在机场围追堵截 摔了跤而大发雷霆 不懂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正是因为夏依这样的态度 引发同行不满 除了遗憾 夏依坚决不道歉 于是遭到了台湾一线艺人们的 联合封杀 让夏依在台湾娱乐圈 失去了立足之地 夏依倔强 而且也不担心在台湾没市场 因为她可以回到内地工作 虽然事后没有什么大水花 但是市场这么大 找到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 对她来说不难 对于这件事 夏依的妹夫 曾在采访中为其名不平 认为倪敏然嘴上说爱 却不给名分 而且倪敏然在生前 已经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并欠下巨额债务 连在国外生活的原配都顾不上 由于两人在台湾娱乐圈的地位 较为悬殊 所以当时的舆论一边倒 近年来 夏依逐渐转行坐幕后 并且成为某美国学校 在内地的招生代表 还因为招生名额不达标 而成为被告 而倪敏然的遗孀 李丽华 曾罹患乳癌二期 一年多来努力抗癌成功 当年她因倪敏然和一人下衣 爆出婚外情 而远赴美国 从此和倪敏然划清界限 直到她撒手人寰 李丽华又回想起两人美好时光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李丽华以坚定语气说 我仍会接受你敏然 李丽华想告诉她 我不要再做假好人了 不开心的事 我一定会说出来 现在的李丽华 也坚持不做烂好人 她说 我要做的是真好人 李丽华还惊爆 每年仍会梦见她 她还在梦里问她 你是不是死了 不管怎么说 人死不能复生 日子总是往前走的 曾经带给观众欢乐 一生经历过大起大落 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李敏然 没想到因闯不过情关 而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抑郁症是很可怕的 特别是在艺人身上 工作生活压力大 很容易走极端 李敏然走了 但她带给观众许多快乐 盼望她在另一边 也开心快乐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 有任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